看看新闻网 我说景荣 你这是哪儿学来的一口金片子 摆明了在忽悠嘛 当然景荣还有更不走心的回答方式 像这么把心理图牌都说出来的 也是蛮少见的 怪只怪这位混血帅哥太实诚 跟着哲令那么久 还没学到点应对媒体的技能 身为公众人物 有个口诀 景荣可要牢记 新搭档是很nice的 新作品是很值得期待的 新恋情是不太清楚的 如果你还记不住 小编只好面为其难地教教你了 第一招走为上级 技术难度一颗金 对啊 就说一下情况也不用说 我们也不乱 就说一下情况就好了 最近有什么信息没有 真的不好意思 各位问题没有 费问机感情一走了之的明星 不在少数 没啥技术含量 但却十分见效 第一 你没法追问 第二 我啥也没说 最重要的是第三 话题当前 头条什么的照样拿下 当然有时候直接走人 实在是有点难看 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一声不吭 国际章贵为情场老手 然而 每每面对八卦提问 竟然都是没辙 你对这个事 你今天只聊天 第二招 神东机星 技术难度三颗星 能够在这边来透露一下 然后是不是跟 真的跟艾瓦斯分手了 不能 因为这是小时代三的发布会 小时代三宣传期 账上柯震东分手 已经是没法改变的事实了 与其藏着掖着 不如明确地告诉你 请别问了 导演冲锋见证 严防死守 柯同学 那是正宗的偷着乐呀 要说声东机星 运用的最好的那是谁 太极剧组 前无故人 后无来者 所以说 此大招的关键在于默契 所有的声东机星 都绝非灵感乍现 考验人员和团结的时候到了 第三招 当场翻脸 技术难度 四颗星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下了赌盘了 就是这俩要不离 他们就得亏大发了 所以就死活非得让我离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心态 你敢来 记者就敢问 至于你做何反应 我们没法控制 像文章这样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开炮再说的 小编把四颗星 给在了一般人 做不到的这份勇气上 不过俗话怎么说来着 有理不在身高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万一遇上点周己见之类的 岂不是搬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第四招 虚心套饶 技术难度五颗星 我觉得我的老公 很怕你们的 他很低调 他不会这些事情 你们就放过他吧 高 实在是高 反其道而行之 让媒体们猝不及防 话说到这份上 在追问于心何忍 不得罪媒体 还秀了把恩爱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小编赶败下风 你的心理力 期待更多超越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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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